可以轉彎的步驟 這個應該是轉彎能一點 在這個移民潮底下 很多人會找搬屋公司幫忙 加上香港人租樓多過買樓 搬屋就是很多人需要面對的難題 今集試一次就實試一次幫別人搬屋 Hello 大家好 我是ML格朗 Hello 大家好 我是MM的Natalie 現在是8時半左右 我們來到太子了 這次是做甚麼呢 今天是試一次搬屋 我就說可以去做搬屋師傅 那你是做甚麼呢 我接下來會去做一個包裝搬屋 不過不是今天 就今天交給你率先上陣去做搬屋 那你好好打氣 對 我會支持你的 好 開工 立即 我現在說的可能超過五六十單 可能每一天都有兩單左右 是移民客 他是林進 做過銀行 又做過區議員 大概在一年前開了這間搬屋公司 而我們今天第一單Case 就是幫一個移民的客人搬齊 再配進一個大木箱裏 這個箱應該兩米一左右 移民才會用到木箱裝 因為他叫做記住民 所以就用木箱裝起它 第九月中 九月中 現在都八月中 八月中 是要預早多些搬屋 其實主要是女兒的書 或者是他們的日用品 有些紀念價值 例如女兒去旅行買回來給我 那些 就是照片它先 不捨得 一定有 這次我們就是幫陳太 這個400呎單位做移民搬運 大約有30至40個紙箱 還有一些雜物 就看看他們要用幾長時間搬 一般的家居搬屋 要用到的工具有板車 網膠 膠紙 還有工具箱 用來裝插電器 你看到我們有個木箱 其實初初上來就裝了板車 是 之後上來板車的裝貨 這個木箱就會裝客人的雜物 很多塊門口板 這塊板拿來 這塊板拿來 因為先防腳 不是的 這樣就不做了 對 口膠紙給你 放進去 放進去 因為你的板車有沒有推出來 這樣摺進去 這樣推的話 就不會撞到這塊東西 哦 好 一般搬屋的流程就是一進屋 就會首先搬走全屋所有的紙箱 同時有師傅在做裝插、包裝 組裝上板車 用膠紙固定好之後 再交給駕駛的同事 在樓下的司機 就會組裝進去貨櫃車裡面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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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樓 29 下一次 下一次 是嗎 對 好 他們看到滿了 同時自動放在樓下 又放在樓下 又放在樓下 再走 但如果你多的時候 可能要走十轉、八轉 你每次再按樓下 等樓下 其實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整個流程都會這樣做 繼續這樣做就會效率高很多快 好的分工就可以令到樓下更快 通常每一次搬屋 大約有四至五個人幫忙 分別有司機 他會做執位 又不會負責開樓 包東西、裝拆和搬運 這次我們在二十分鐘內就搬完了 林俊就說 一隊通常一天有三至四個個案 所以搬屋最重要的一個字 快 因為其實 真的每一次都要看搬屋的情況 家庭、電梯、大堂 很多變化 所以令到其實每一次的工作 都不會完全相同 有時東西都不吃 一單接一單這樣做 還會遇上狂風鮮雨 都要繼續 你知道現在黃色鮮雨嗎 不知道 通常沒爆風鮮雨時下大雨 都要照做 客人跟我說 我明天就要交給業主 這樣也沒辦法 我們照齊 我們現在就在深水埗 開始準備搬屋 現在這個車子就是在堂四樓搬下來 全部都樓梯 我們就跟師傅搬一次 看看你安排好一點 糟了 直接走樓梯都很累 還要不拿東西 阿朗你有沒有心意準備 現在來到 可能可以分工合作一下 可能可以分工合作一下 可以分工工商來搬商 大家有排位 大家輪著來去做 搬堂樓和搬樓梯一樣 都是先搬紙箱 再搬雜物 最後才會搬大型的傢俬和電器 全部都可以 藍色都可以 藍色都可以 頭箱幫你 要在最短的時間裏 將所有箱由四樓搬到地上 他們就用了人鏈的方式 每一層都放了一個人去接箱 所以基本上就是自動波 每一層站一個人 然後遞箱給下一層的同事 然後再立即上去接第二個箱 人鏈可能大家舒服一點 一人一層 多數一來一回一箱都走兩層 但如果你說一個人都粗了下來 我想那個人應該會是Ironman 或是超人 搬完箱之後 就開始搬一些電器和大型架俱 例如喇叭、雪櫃、梳化、床板、床褥 我們就收集了一班師傅的意見 列出了他們覺得最難搬的傢俬和電器排行榜 這次我們就交給阿朗 打大佬搬雪櫃和梳化了 好! 退出一點點 推到大得多 1、2 好! 按下方向轉 好! 看手吧 分上下是受力之中 還有要小心轉彎 但這個雪櫃不夠大 所以這台也容易轉 你給我扶手位,是斜的 對 好,1、2、3 試試它,慢慢來 你放過去,看著它有問題 不行,再中間停一停 是 慢慢走,慢慢走,一步一步 看著,有何順勢 這樣 好 OK 上面的那邊走 滑走的那邊走 剛剛下去的時候 搬宿位下去的時候 到後走有一點腳踏 連我們搬運經驗這麼豐富的阿朗 都差點應付不到 那其實做搬屋師傅 又是不是夠大隻才可以做到呢 我們身形上不會取決一齊 瘦也有瘦的好處 可能有些位置 可能有些位置 我們捐不到進去 可能他捐到進去 可能他捐到進去 我們5、6都做到 放心 不關新型和新高的事 沒有這回事 有沒有平均一個月收入 大概有多少 兩萬至三萬 對,差不多 也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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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手師傅通常會做搬運和裝賊 而剛剛新手入行的師傅 通常都會在旁邊學一下怎樣包東西 和拿升級 上了手再學怎樣搬 所以這次阿朗都算是月級挑戰 我覺得累的 但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辛苦 最難是這些轉彎 因為有時看到後樓梯 都會有垃圾和垃圾 那時候要遷就 轉彎就比較難 那有沒有 什麼形狀最棘手 這是L型的樓梯 樓梯 你遷就前面樓梯 也會有些固執照 有機會要刷檢 還有衣掛牙的樓梯 也有些 我其實看不到原來 只靠師傅在前面 這邊真的有人 這裡真的有在那邊 我前進行團隊合作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搬梳化我是看不到的 真的靠前面師傅怎樣合作 然後她怎樣走 我連自己前駕駛也看不到 我覺得這件事是跟我之前做的事 試的事有點不一樣 我當你一個人搬兩箱 那你也要搬十四轉好了 所以你不可能任何人都做得完 那邊在這邊 我看你們的車都好像要組織木一樣 你們現在少而已 因為如果多的話就要 還有我們要迫緊它等車走的時候 它不會掉出來 如果你隨便擺放的話 不會倒塌的 我搬屋差不多兩年後 做地盤、做下倉 只是不適應 因為工作模式不同 如果地盤多數只有一個人做 但好像搬屋一樣 有一組人做 可能四、五個人一起做一件工作上 大家要遷就大家在補位上 或者大家在工作上 大家負責協調 搬屋一直都被人覺得是男人的世界 不過近年就多了一些女生入行 事關一種叫包裝搬屋的服務興起 即是客人動都不用動 由劈箱、搬運到還原 都是由搬屋公司一手包辦 但實際上又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現在準備要出發去劈箱 有沒有什麼一定要戴呢 一定要戴的 那是一定要戴膠紙 首先 接著戒刀和筆那些 我購買一個 這個 泡泡紙 今次要去一間三千呎的豪宅劈箱 連我總共出動了五個女生 只是紙箱都戴了120個 我想問你們平時這樣搬是沒有壯丁幫幫你們 我們就是壯丁 嘩好重啊 哈哈哈哈 很誇張 很誇張 廚房都一樣 就是廚房了 廚房通常是花最多時間的 有一次是我們去客家 其實上次的廚房只有這裏一盆 好像很快包完 但最後我們是在這裡數 有五百多隻碗 五百多隻杯 有很多瓶 十點包到下午三四點都未包完 是未包完 但是廚房已經搞了全 那我們現在開始收拾的就是玻璃了 我們先包了些東西 如果適合大小的 我們都會製造這些 雙袋 這些邊一定要看著 你要真的有包 不然就是 就算你包完 你拿出來也可能會散 那黏的時間 黏的就最好是這樣實質 聽到嗎? 但我包了應該沒事的 我想說 這麼粗手粗腳的人要包包 真的很大壓力 我剛才經常不小心就 這樣撞進去 最重要不是自己的東西 是打爛了很大的壓力 你看 半個公司講求的效率速度 其實包裝上同樣要配合 譬如要想搬運的箱 會不會過重 師傅會很難搬 所以每一個箱 最好維持在20kg之內 還有怎樣做 才會令到unpack的速度再快一點 其實這裡有一堆核 其實這裡有一堆核 其實是否分隔這一部分 其實也很重要 是 一定要說定 要記錄哪裏打哪裏 在這裡這麼多隔 會不會很容易搞亂 所以我會預先拍一張照片 然後寫一二三四 是給unpack的人 unpack的人 然後是什麼 現在去到多少 十多 是忘記了的 不要緊 十五還是十六 現在去到十七了 是嗎 十七、十八 真的嗎 你每次都會問 是有 因為本身這件事是日式傳過來 即是說日式搬屋 你由一開始 家屋本身的東西擺設是這樣的 去到新屋我們都幫你擺設 因為始終搬屋是一件很煩的事情 即是在所有人眼中 即是又要收拾東西 又要去煩 又要去到新屋 又要去到新屋 又要重新又要去收拾東西 所以我在想 會不會其實可能少少的價錢 他們覺得接受到 會去接受這個服務呢 現在我們收緊二千五元 就是包緊二十箱 每一箱就四十元 之前都是全部男生 即是跟搬屋的班 是同一班人 他們其實搬到個人都頂了 但其實可能是搬了四五個小時左右 因為他們寧願搬台很辛苦 都不想不停重複 去包含碟碟碟 那譬如客人會怎樣知道 你有沒有收多餓 或者你裝了一件衣服放一箱 這件事太過分了 而且很容易會被人踢爆 你為何一個箱這麼多刀就動了 因為正常這些有重量 你刀是不會 聽香港人他們都會在這裡 找得我們的客人很多都很有錢 然後試過搬一箱 可能它有些手式的 很幼身的鏈 其實不見了一條都不知道 我覺得搬箱這件事 也是要有一個信任度才可以在這裡 當包裝好了之後 通常都會在第二天安排搬屋公司 上門把搬好的箱 和全屋傢俱電器搬到新屋 再交由搬箱的同事做unpack的工作 然後我們就1、2、3、1、2、3這樣排 然後我們就全部按回那個箱子排上去就可以了 話口未完 第一次幫忙unpack 怎麼都有些脫漏的 咦 不是 這個是狗來的 所以我就坐前面 沒事的 做回合就可以了 怎麼跟客人可以溝通 還原一個一模一樣的狀態 之前我們收拾過有一個 是挺有成功感的 就是要幫你收拾一些玩具架 unpack的時候都很有心機 我們每一個架 因為那些是不能錄的 唯有我們真的拍了照 然後我們覺得自己是神還原了整個架出來 我覺得unpack比pack好多 我本身都最初以為unpack是輕鬆一點的 然後我第一次unpack的時候就是unpack廚房 然後就崩潰了 因為本身我們自己包又包得很實 然後我們要逐個逐個 半碗碟碟 要解開它 然後又要放好些位置 其實是難過塞東西的 我們用了差不多45分鐘去還原了這個黑膠櫃 而整個屋子unpack好了 就起碼要六個小時 我們搞定了 很厲害 很累 很累 我看到你 吞了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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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段時間接觸了很多移民的客人 有些是搬家檔 有些是扔家具 所有家具都沒有用的時候 我們看到所有這麼漂亮的家具都去堆填 有些什麼還可以有個身份去繼續去做些事情 這個社會其實才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們就覺得 我可不可以將這些東西去轉陣給他們 又好幸運 又開始了這個二手家電的轉陣計劃 這裡就是我們擺 二手家電的地方 最多不要 其實雪櫃洗衣機都是大路的東西 基本上整個二三八隻都放在我們收回來的家電 我們暫時定了一個月 找一天接少一些生意去送家電 我想一個月我們應該送三四十部家電出去 一個月就幫到二三十個家庭 所有受助者一元都不會收 我們有限的空間做到就做多少 大家不計較 連大家伙計都不會去計算 我們終於做事本生意 是的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給你們買東西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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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謝謝 是否通常都會送去廣場 可以這麼說 就是 永遠有需要的人都會注意這些地方 所以其實 那個困難就是在這裡 就是你去幫這些人 其實全部都是最辛苦最近的 有些堂人 那你就全部要搬五、六層樓梯 在移民潮底下 我們發現搬家公司好像有一個身份 鬆行者 他們最後要幫他們處理他們的家當 將他們送走 是的,如果說到 見到很多人離開移民 其實是很難過的 那個難過是我們好像很明白他們離開的原因 是矛盾的 難聽的好像自己在發災難財 但無奈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亦有能力去做到 我們便去做 現在在做的事情可能很細微 但這些事情都是在種種子幫助人 我們希望盡自己最大的能力 可以繼續做這件事 和延續下去 我們的兒子門是用手滅 不需要用不停的 是用手滅 是誰 你是男人